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们先介绍这一辆车 就是Mini GT 这辆92号车 91号车 159元 其实原本预订了的朋友今天就拿车去Tiny 未来星期六都会有现货在六间Tiny店和网店里卖的 多少钱吗?159元 159元 全球5000元 香港有2000元 Honey到家 玩具TV 转瞬间又到第14季第1集第4节 刚刚我们玩完一大轮SHF 很久没有玩Hot Toys 真的很久 因为我们都买不到收入单 没有人有收入单 而且现在收入单是要有会员 我事没有力 我作为一个穷人 我也不是会员 对不起 就说有捱4天后有心情才去订 其实他很揭指到所有想排首日的人 甚至是他揭指到连你的热情都开始没什么 很大件事吗? 因为他没有一段时间的收入 我买完之后我迫着我真的有时间才去玩 其实我等着等着我就想想想我又去订 其实我可能和第一个人差5-6天 但我差差不多大半年才去玩 那我为什么要订 可能是最现货 没错 大家多加两个 问题是什么呢? 你会看到家有现货 但我还没有玩 那我为什么要订 所以现在情况变成这样 现在那个热情很谈 我想市场上大家 或者我和朋友聊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 我订了 街有货我都没有 或者是他出去买 他去店铺也有得买 但我都没有 那你在街上给多少钱 其实重点就是现在 现在也没什么怎么解释 甚至我还没拿过之前 就已经很高兴 可能是500元单 就是405元走 没错 你不滚了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有兴趣就玩 没错 坦白说 这次我自己来说是挺喜欢的 因为他包含了我两个喜欢的角色 第一Punisher 第二War Machine 所以这次要介绍的就是 游戏里面的The Punisher War Machine Armor 如果大家有玩手游的话 Future Fight 有玩Future Fight的话 应该不会觉得陌生 不过 这次我也是想说一下盒线 为什么呢 不是说他的盒特别漂亮 而是他今次竟然在法宝胶那里做了粒食印 是不是第一次呢 Mk7是不是也有呢 我没留意 我不记得了 因为他今次有个骷髅骨头 我一拎拎上手 OK 反正其实他一直都有用法宝胶 以前是粒完之后又再粒多东西 现在他甚至现在只是做一个书盒 在旁边拿出来 他就在那个发泡胶 因为他有一边发泡胶是露出外面的 所以他就直接在这里行位 在模具上行位再做多个图 其实都挺漂亮的 因为他本身呢 因为大家有见到发泡胶都知道 如果白色的发泡胶 看上去是很差的 你就会觉得整个家电 那现在你黑色 再加上他有个logo在这里 又挺正的 感觉又不同了 而且其实发泡胶本身 他有不同密度的 就是他的价钱会影响他的价钱 而他这个都不错 不过有些地方又梳了一些 都OK的 其实都挺漂亮的 Walker有没有补充吗 如果纯粹说包装来说 可能你做完美的 没补充 第一枪是漂亮的 有心啊 很有心 爆开他看看 这次这个棺材盖都挺实的 第一枕 基本上就是主体 头雕 颈 说明书都做得很残化 先试一试 另外有一些造型手 跟之前Walker是不会有分别的 所以我都不特别在这里再花时间讲 下面那一枕 就自然是奇葩的那些工具 电枪 枪 炮 特效件这次出得不错 我先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虽然里面是吉的 他这个特效件是全新的 他比舊的来说漂亮很多 终于没有那么仪器 没有那么SHF 没有那么SHF 还有他怎么说 他以往的颜色好像没有润得那么厉害 所以现在看上去好像漂亮了 而且他轻轻一点 重点有个头 是漏了 漏了 是 漏了 另外也是手臂用的 牛軸牛式机关枪 这个比较难 动起 什么都不说 先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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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上漫画的造型 这个是软胶 不用太担心 当然你不要强行去搞他的美人叮 造型来说 其实造型来说 我都觉得这个Frank是可以的 不过 如果靠近拍一拍他 对眼 他的眼形和瞳孔好像有点扁 他的眼珠好像快被扁出来 被人扁了在压机上 压到快被扁出来的那种感觉 他很明显看到瞳孔不是圆形 所以变了一个感觉 看上去就有点滑 他好像有些 之前某种病症之下 人的眼球会变凸 有那种感觉 看上去 但我自己觉得这个头雕 起初看官套的时候都不错 觉得挺硬朗的 但现在看实物他就有两分 表情上面有点阴险 我也觉得Punisher不是好人 我觉得阴险不敢要 Punisher不是应该是逆正逆邪的吗 他是有些奸险的那种感觉 他不是说 足智多谋得利 又怎么说 那种逆正逆邪的那种感觉 不是 他是有些很狡猾的样子 你觉得这些是出场没多久就死的奸角 不知 这是对打角是行之入骨的角色 反而我自己来说 面相这路的我没什么挑剔 我是觉得他对瞳孔好有问题 是扁了些 眼珠 眼珠不是原本有点卦 好像被人由上而下摺了它出来 不過這東西本身真的沒什麼問題 也可以繞圈給大家看看 財座 這個是非常漂亮的,本身也有Punisher 還有GangFuture Fight的Logo 完全覺得格調都很高 其實他們做的設計和印刷真的沒得頂 好,拿一隻東西轉一個圈給大家看看 當然,整件東西都習慣了,算是舊瓶身爪或新瓶身爪 WARMACHINE來說,這個造型我都喜歡 所以我覺得沒所謂,選擇這個格格出Punisher,我覺得是最適合 其實大家如果有儲開WARMACHINE都不陌生,因為其實這個版本只是用了Mk3的基本 Mk1的肩膀 給了一支新的Gallion Gun 然後其實他 左邊那支肩膀炮的後半段應該是新件 就好像看上去跟之前不同 然後兩邊前臂外面的炮改了 不過這個造型我就覺得沒有舊款,比較像機槍的比較漂亮 其他東西就基本上跟舊的差不多 顏色的分佈有不同 還有一些關於Punisher的疑因 最重要是有Punisher的疑因 我自己就覺得可能他本身Future Fight裡面 他用那個骷髏頭的Logo就比較可愛了 他感覺上有點可愛的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 當你插上真人頭的時候就感覺 好像有一個 大男人穿著一件公仔頭的T恤那種感覺 但都OK的,我覺得他配上他這個骷髏頭的頭盔的時候是很漂亮 我都很努力地用他這個鴿去穿上一些電子 內何都有點實 但方才在安裝他的配件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煩惱 其實這個都可以轉頭說,因為我都很認識想和他先亮燈 因為亮燈也是一個很好的介紹 確實是 還有他這次有些東西都挺有趣的 我看到他在眼的眼框上上了一個紅色 那就變了有時候大家 他感覺更陰險 大家玩Iron Man 一般就很少在家裡著燈 但很有趣,他眼圈畫了一個紅色之後 因為大家很喜歡剃頭的 你就會看到他有紅線 你就忍忍躍躍在想 他是不是著了燈呢 你會有這種感覺 燈位基本上都是跟一般的Iron Man沒有什麼分別的 頭燈 胸口 還有兩隻手的 腳底就不同 他就沒有 不過我反而想吐槽的地方 其實本身整隻的燈我全都著了 我真的全都著了 但是你close up Punisher的招牌 胸口 為什麼會黑孤勒掘的呢 我沒有壞的,我這東西是非常正常和很乾的 但是奈何 這個胸口甲 雖然是用了這個透明件 但是它的光源是在中間 變成了它兩邊眼 即是骷髏骨頭的眼 根本就完全不可以把裡面的光射出來 那就浪費了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奇怪 如果第二水有改良的話 我想會不會是在後面的 這個 透明件做一些手腳 讓它 即是要淺一點顏色 不需要特別加深 讓它胸口的燈光可以射出來 其實這個胸口本身跟裡面那件太貼了 所以假設這兩個位置就算它直接做透明 你也不會看到光 我再拆一次給大家看 我想它應該直接把裡面也改了帽 把燈 亮兩隻眼 剛才阿嘉都說得很清楚 因為本身這一塊件 它整件是很合適的貼在胸口 而中間這個 光源位其實就是在微深 所以變成兩邊光根本就透不出來 所以變成你一蓋上去 這件事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省電 我也是拆出來 關掉它就不要浪費電 其實看看它拆了胸口的頭髮也挺漂亮 直接露出內件的 也有多配合它這個頭盔 確實 當大家有興趣放在裏面的時候 都不妨考慮一下 就拆了胸口 說回整件事都有新件 剛才說了 這兩支炮 後面這支炮其實收得很漂亮 當你伸出來的時候就向上推 原本這裏都有幾個不同的關節 套上來就完成了 不過我這支是否設定了 這支是直升機 我懷疑是設定了 我也是剛剛今天拿 所以我都可以拿回去換 這支不是限定版不用登三個月過 不用 多一句 如果大家已經有進了 Punisher War Machine格的話 不妨通知我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這是不是他們新的玩法 說笑話 那你英俊吧 另外也想吐槽一下 他本身這條帶其實都挺硬的 所以變了玩的時候 因為本身他的回彈力都強 他未必可以 很隨心所有擺放射擊的姿勢 他以一個 子彈的鏈來講 那個形態是不是太硬了 好像很奇怪 他向上但又不是向後 是向前曲 感覺上在想如果再裝多點子彈 他會不會被自己的子彈勒到頸 我覺得他會有機會頭頂是頂到子彈帶 這個是比較古怪 但當然你問我型不型呢 是型的 當然有的當然是型的 我自己也覺得他這個洞都很像可以裝子彈帶 是排彈的 你整個人都上了排彈 講完兩件 其實還有第三件 另外新的 套件就是手臂的 前臂的炮 導彈還是Granite 我猜看到他這個Effect 應該是類似機關槍的東西 所以 都不差再 拆下去了 反正我也有得選 心口腳都差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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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問你死了沒有 但我又想看看可以怎樣改 因為除了 如果你倒光應該倒不出來 因為他裡面沒有距離 太貼了 沒有距離 沒有距離 但是你站在這裡都好像著了燈 都可以 另外也有些配件 在手下拔一套甲出來 就可以裝上去 變成全版發射 還有他用了Mark 1的肩膀 其實他本身Mark 3的上臂是非常粗的 他粗到其實跟原版的肩膀有點不合 中間有點離縫 反而他改了Mark 1的肩膀之後 他踏下去有幾適合的感覺 感覺真的不錯 因為他令到他 那個上臂的尺寸看下去沒有那麼突压 因為之前是覺得 哇他是不是粗過龍 那種感覺 現在感覺上是挺合適的 OK的 感覺上 不過我自己就另一件事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肚子上面突然分了一格灰色格出來 這個位置 因為我起初沒收到的時候 我就看blogger照 Hot Toys Pro那些 因為個別可能打光一點 我就發覺肚子的灰色就很淺色 但現在看實物OK的 拍照的時候可能他有些是偏淺了就感覺有點奇怪 現在是漂亮的 我自己來說有些朋友覺得是缺點 但我覺得不是什麼大不了 其實很多機關都是用換件的方式做的 譬如說 現在看到這個肩膀的導彈位 也是用換件 當然 他也很佛心在側近的手指甲位 可以讓你方便勾起甲 如果大家沒有指甲可以跟 他那支電子上有一支膠的螺絲批 不是有膠鉗 有膠鉗 你可以用膠鉗尿 可以塞進去 那些是磁石的 我記得沒錯 可以變成全彈發射 真的 其實本身所有細節位都漂亮的 亦有一些 有什麼叫戰損的 就是孤跡 磨花了的位置 上色都很齊 還有我們這些驗屍官 其實我這一隻來說 除了剛才那直升機式的機關炮之外 基本上我都沒有什麼投訴 所以這隻如果純粹講QC 我自己都很喜歡 另外他本身也有一些 叫做死在他手上的人 骷髏骨頭的 戰績 他都標籤得很漂亮 所以變成有訂購 其實我覺得都沒什麼所謂 想不到Punisher殺那麼少人 其實這件甲我也覺得 有些淵源可以說一下 其實當沒有記錯已經是九頭蛇隊長 九頭蛇隊長那時候有個 小國家仔 神盾局就叫做顛覆了 已經收了檔 他們就用了神盾局的科技 令到那個國家 在他們的獨裁統治之下 那 Nick Ferry Jr有見及此 找了一套獨裁甲 給Frank 等他去顛覆了整個國家 因為那段時間獨裁甲死了 Ronnie還沒有復生 結果當然這條瘋狗去到那個國家當然是煞無蛇 當然是完全沒有問題 整個國家被他反轉了 不過他就拿了一件甲 沒有打算給Nick Nick Ferry Jr 想不到他 大家都是穿甲而已 想不到Rody跟他穿 差那麼遠 Rody有善的槍 他全顯示了那個用者是阿寶還是路人的分別 後話是後來 Captain Marvel聯 和整隊 arrangers想收一套甲 後話 其實最後來 都真的收一套甲 不過就是Ronnie 叫做復生了之後 去找Frank 找他拿一套甲 才叫他拿一套甲 那他也 某程度上他也蠻正義的 其實他 不要叫做崇拜 他和美國隊長 或者Ronnie 其實他都敬佩這兩個人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軍人 所以就有某程度上 會英雄做英雄 在轉的時候也有一點說 原來他在那些腳上 的邊位其實他有做到一個 不同顏色的拉花 你看到膝甲小腿 或者是這些圍邊 他很不顯眼 顏色很貼的 跟他本身的底色 本身也有一些灰色做了一些菌邊 去襯隔整件事 所以其實他有一些細心的位置 就很漂亮 所以 要細心欣賞 這些是Hot Toys的細心 都是那一句其實玩Hot Toys和玩千直練一件事是共通的 記住看說明書 是一定 特別是你想做一些大動作的姿勢 千萬不要硬來 對 最好就是看了哪些位置可以動 動到多少度 你才可以動手 那就最穩陣 特別是玩千直和Hot Toys這件事是共通的 本身這隻的可動性都很高 即是前甲側甲可以拉起 腳又可以拉低令到可動性提高 左右可以動到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老身常談 大家玩Hot Toys都很清晰 你插個真人頭來 最重要的是還沒做 有點害怕 那些炮要不要移一移位 其實這條頸很難拆 這是重點 這是霧出來的 這是這條頸 又不能夠太暴力 好 再重新 重新 本身如果你想 玩Irman也好 你想拔回這個頸組件 最穩陣 都是 用這個位置來做力 左右左右慢慢拔出來 原則上就不會有什麼事 可以塞上頸套件 再塞上Frank的頭雕 搞定 搞定 撿上帥哥一點點 他的滴水真的很搞事 我想起Superman 我之前看他們的Blogger照片 然後他有位置 忘記了那位置 他把雷神的手 手臂換了給他 很棒 是呀我看過那張照片 我初初以為包得那麼好 所以 很有創意 而且你本身的手 教位 那個 波磚的軸 大家的粗度都是一樣 所以真的沒問題 剛好Hot Toys有同一個尺寸的手波珠 可以進去 看看真的挺漂亮的 我真的蠻喜歡這次的效果 終於沒有那麼SHF的感覺 唯一這條是差一點,所以我沒有裝的打算 其他都蠻好,不過我覺得這兩個是精彩一點 這個位置有點想起拉打炸雞 有點炸雞味,但手上那兩個是漂亮的 感覺上那兩個有些山口式感覺 是漂亮的 OK,那些人經常說Wall Machine沒有真人頭 現在就聰明給你,這個就正 而且你也可以配合其他人頭內影都不會有問題 單頭不出 總評其實整隻東西我自己是收貨的 QC不錯,因為手感也很重 可動性也很好,加上我自己坦白說 我真的是Punisher和Wall Machine的Fans 所以變成這個東西,除了人頭刁之外 我也有幾高的評價 當然有人會嫌他所有東西都要換件 我自己來說,我做型才缺 所以變成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優點而不是一個缺點 但換件有一個優點就是你不會先弄壞 對 你知道如果他弄一些機關很化學 可以幫我查一下有沒有朋友 這個肩部機關炮是否真的直升機 還是我已經中了Z 沒有說 無論如何,我還是要拿去Hot Toys研究 好,今天這隻玩了這麼多 稍後我們繼續和你爆碗雞 Jani